城墙上现在已不满怪物 他们多到根本就烧不完 甚至巴克都已经杀红了眼 开始敌我不分 当然他的武伤 从始至终只有当初那个不相信他的猴子而已 趁着喘息之际猴子询问 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巴克的解释则是 他们是因为瘟疫与拷问而死在这里人的怨念 在吸收了被吞噬的人的意志后 他们变得越来越大 里面全是想获得救赎的心与怨恨 猴子一听就觉得莫名其妙 假如心怀怨恨的人死了就会变成这种东西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早就完蛋了 为什么只有在这里才会出现 而巴克则看向一旁 渗血的烙印 画到嘴边 他又咽了下去 一旁的大小姐呢 也听到了他的解释 但他的心底还在不停地告诉自己 这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 它们不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这就和那时候一样就如同置身于噩梦主一般 而这真的是现实的世界吗 这时眼前的敌人竟然变长了 就如同一条蛇一般抬起了头 格斯眼疾手快扔出了三颗炸裂弹 丢进了怪物的嘴里 气浪 火光 让大小姐忍不住地闭上了双眼 也就是这一瞬间 他没有察觉到怪物的碎块向自己袭来 又是格斯在关键时刻救下了他 但也大声地斥责 假如你不想死的话 你也给我动动手啊 是狐狸 搀扶起了还在发呆的法尔纳赛 在他的眼里 他就那么挺立于这种压倒性的恶魔中 一步也不退让 而这就是仅有的真实的存在 但现在也不是感慨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身后那些怪物也爬了上来 塞尔比高连忙拉过大小姐 让他躲在自己身后 而绝望的大小姐下意识地紧握双手 开始祈祷 神啊 又被一旁的格斯打上赤子 不要祈祷 祈祷就会空出双手 你的手上拿的是什么 凡尔纳赛他松开了双手 因为自己的手中握着的是武器 是活路 也是希望 慢慢地那些东西在向这边靠近 凡尔纳赛面对着他们 尖叫着挥舞着火把 而就在凡尔纳赛如同开了质般的 疯狂的挥舞火把时 与他相对应的尼娜 则随着木桶来回的翻滚 旋转颠簸 让他觉得自己就要被压扁了 接下来一定死定了 绝对会死的 所以这样不行 自己要出去 自己要离开这 但木桶的盖子被盖得很严实 他根本顶不开 而且就在这个时 他又开始磕血 看着手心 他又想放弃 因为反正自己说不定也活不了多久 但是他又忍不住地将手放在脸上 他在慢慢地感受着这种温暖 他不想放弃 还是有机会的 现在自己越是害怕 就越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命 越是吐血 就越能明白自己的血是多么的温暖 脑海中是陆家姐的影子 而现在自己做到了 自己没有发出声音 自己彻彻底底地躲了起来 自己要活下去 因为害怕就是想要活下去啊 优优独播剧场 在这一刻 在巴克的感知里 是十分的恐怖的 所有的活着的 死去的灵魂 都在高声祈求着一个东西 而同样感受到这一切的 还有淡淡 在自己的世界里 所有的一切 全都有着相同的意念 跟自己祈求着相同的东西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所有都在高声祈求 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 所有的所有都将集合成一个声音 所有的声音最后都变成了歌声 甚至巴克与格斯都同时感受到 包裹里的那个东西 他们随身携带的那颗贝黑莱特 竟然也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 格斯感受到了剧痛 甚至让他这个壮汉都支撑不住 和一旁的卡斯加一样 淡淡在倾听着这美妙的音符 世界充满了光芒 随即他慢慢地合上了双眼 蛋壳碎开了 同一时间 在格斯众人惊恐的眼神中 塔上所包裹的那些怪物 那些人眼 同时喷血 格斯他心有所感一般朝天大汗 格里菲斯 在点燃火柱 盲目的羔羊们聚集的圣地 苍天坠落的时刻 终于到来了 天亮了 太阳升起 现场是一片狼藉 塔里的人都没得救了 杰洛姆感慨 没想到大家居然能活下来 当天亮后 所有的怪物也都消失了 就如同做梦一般 卡斯加由于衣着单薄 冻得瑟瑟发抖 格斯摘下了自己的披风 这一次的卡斯加依旧不在底处 看来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而这一处 这个分镜 在回头看时 有些讲究 在这次灾难中 同样活下来的 还有她 妮娜 当她听到猴子的声音 当她自己慢慢地爬出木桶时 她还在怀疑 这是不是真的 自己竟然真能活下来 但很快她想到了陆家 她急得让大家帮忙去找陆家姐 她刚刚将自己塞进木桶后 就不知道去了哪儿 就这样 几人开始在附近寻找 大喊 然而现场是一片狼藉 要怎么找啊 妮娜冷静来后也觉得很不乐观 她又开始哭泣 但事情有了转机 竟然真的有声音回应了 是在一旁的水井里 里面的陆家抱着一个小木桶 仰头对众人说 快一点吧 自己要被冻僵了 原来当初怪物们冲过来的时候 她发现只有这里能躲进去 所以就不管不顾地跳了下去 万幸最终活了下来 然而杰罗姆寒泪想要有所行动时 被人抢先了 这家伙晚了一步 看着怀里的女孩 拥着她陆家十分的欣慰 好暖和啊 活下来真好 随后看着眼前的众人 陆家正说着 大家能活下来 运气实在是太好时 格斯有所警觉地看向身后 是投掷而来的长毛 但看情形像是警告 所有人立刻沿着以待查看情况 而慢慢的一群人显现了出来 竟然是枯下人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而领头的那个 就是格斯的老熟人 当初的那位希拉多 他身后的凶桂询问 那个人就是之前的黑衣箭士 难道就是他吗 对于这个问题 希拉多也不能确认 但整起事件就和神明的指示一样 在这个异教之地发生的这种事端 让自己不得不相信 而且这些人 也的确从那场怪异中生还 所以大家所寻求的人 恐怕就在他们其中吧 随即手一挥下令 将这些人全部活捉 即便他们受点伤也无所谓 但也特别指出 那个手持巨剑的男人 不必手下留情 对他别以为没有牺牲就能抓住他 面对敌人来袭 格斯举剑迎战 但也特别提醒 女人和小鬼待在原地不要乱动 一旁的狐狸也睁开了双眼 将大小姐护在身后的同时 也抱怨之前的骑士团 太过于悠闲 但也指出 砍中就会死这一点 可比怪物们强多了 说吧 瞬间切开了三个敌人的喉咙 这让一旁的杰罗姆脸色十分的难看 因为这家伙 竟然从头到尾都在演戏 都在装蒜 而他仅仅是对战艺人都有些吃力 关键时刻还需要猴子出手 八克补刀 才能得以脱身 而狐狸也对格斯说 不论个人感情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与你并肩作战 实在是安心 但现在看来根本就于事无补 格斯明白 敌人很多 很难做到战斗的同时 保护女人和孩子 而且最糟糕的是体力问题 这些人没有经验 整晚都在集中心力对付怪物 现如今体力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很快 格斯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后方的四个女孩子被裤下人用绳子套住 然而就在一个裤下兵威胁说 谁敢动一动时 一根铁棍敲碎了他的头颅 伴随而来的是一个大家熟悉的声音 蛮族就是蛮族 居然将女人和孩子当作人质 你们难道不知道战斗的贵贱吗 是副团长亚桑 他竟然也活了下来 他大骂这群异教徒来这座圣地要做什么 现场的形势十分紧张 亚桑有很多问题 但现在首先要做的 是度过眼前再说 而且对于一旁的黑衣箭矢 他也十分的复杂 他实在没想到 自己只是稍微的不再这么一会儿 就变成了这么有趣的状态 就这样 有了亚桑的加入 格斯几人守在外围 将卡斯加四人围在居中 但就在双方一触即发时 底面发出剧烈的晃动 众人都以为这是昨晚事故的延续 但格斯知道这是佐德 他也很好奇 佐德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突然心有所感的格斯回头发现 在残破的长墙上 那个熟悉的身影